我们下期再见 继续了 然后呢 这个就差不多 这内容就已经差不多了 那么下一个呢 下一个这个也是特别有意思啊 我们去学习一下 那么这个内容呢 就是就出于 出自于这个大乘净庄严论 这本书里面 然后这个大乘净庄严论呢 是弥勒菩萨 弥勒菩萨的这个主座 那实际上呢 真正的这个主这个座子呢 是无主菩萨 无主菩萨 然后呢 那这个里面呢 也有讲这个 就是最后 修心呢 就是到达了这个灭敌的 这个境界的人 他的这个生老病死呀 他的一些这个状态啊 是什么样子 那他就讲了这些 这个也是很有意义 我们很多人经常也问啊 那真悟了以后 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啊 那我们从这个这个这个里面呢 可以看到 真悟的人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啊 然后呢 证悟了以后呢 又是 又是一个什么样子啊 这个就在这个里面讲的比较清楚 我们先学习一下 首先说 举回 圣 这种生性 这个生性 这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生以菩提心 生以菩提心 然后生以菩提心呢 这个里面讲的啊 主要就是讲这个菩萨 十滴里面的第一滴 菩萨的十滴里面的第一滴 那么菩萨第一滴的这个智慧 真无空心的这个智慧 就叫做圣心 就是这个意思 然后就是说 聚悔 就是具备智慧的人 具备智慧的人 具有智慧的人 具有智慧的人 在这个地方呢 指的是这个菩萨 十滴里面的第一滴 然后当这个具有智慧的人 圣其 圣其这个生以菩提心的时候 那么这个时候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 就是说 几乎 无边罪 就是说 当下就是 就是 当下就是控制住了 无边的 就是从今以后啊 就是 就是大到了这个菩萨的第一滴以后呢 然后他永远都不会采取这个杀 刀 淫 王 哎 这些这个罪业 哎 当下就控制住了 所以这个人就从这个无数的罪业当中就包护起来了 哎 包护起来了 谁保护的呢 就是这个生以菩提心 他保护的 哎 比如说 如果没有这样子的这个菩提心 生以菩提心 没有这样子的智慧的话 比如说我们普通人啊 当下我们没有做什么 做什么这个罪恶的这个事情 哎 但是呢 如果就是有一天呢 就是有有可能 比如说我们在不同的环境呢 不同的这个 遇到不同的情况的时候呢 那既然也有人就是普通的人 凡夫的人 就是因为每个人都有各种各样的烦恼啊 那比如说在战争的时候 他也有可能去杀人呢 啊 然后呢 肚子饿的时候呢 那也有可能去偷啊 啊 这些可能都是有的 但是呢 这个 异地菩萨啊 他就再也没有这样子的可能 哎 这些这些所有的这些可能性啊 都已经不存在了 所以他在这个无数的 这个罪业当中啊 就保护起来 就这意思 几乎无边罪 哎 从此以后他就不会 这些无边无极的罪 哎 这个时候就得以控制了 就从此以后就不会再发生 然后就是 正而 横 善 刺 哎 正 增加 从此以后就是增长 增长什么呢 哎 增长这个后面的两个字啊 一个是善 啊 从此以后呢 他自己的这个修学 还有就是这个修心方面的这个福报 山根啊 就是不断的会这个增长 这一个啊 第二个呢 慈 就是对终生的这个慈悲心啊 会增长 这两个永恒的增长 哎 永恒的 虽然说是永恒啊 但是呢 成佛了以后呢 也就没有什么 就已经到丁了啊 就也没有什么 这个 再增长的空间 就是 乃至这个成佛之间啊 这两个 一个是自己的 善 另外一个就是对终生的这个慈悲心啊 不断的增长 哎 然后呢 更更有意义的就是这个这后面的这一句话啊 乐习苦一戏 哎 我们现在的这个 我们我们作为一个世俗人啊 我们大家都是一样 我们的所有的付出 哎 所有的付出 所有的努力啊 不就是为了幸福吗 开心吗 啊 那就这个戏 就是这个意思快乐和这个幸福啊 但是我们啊 就是我们一直都为了这两个字啊 就是为了这个 为了这个快乐啊 为了这个幸福啊 分斗了一杯子 哎 但是呢 我们也没有得到什么真正意义上的快乐和这个 这个 啊 幸福啊 反而我们就是越来越感觉到这个 这个这个幸福啊 快乐啊 就是就是就不可能得到 所以很多人也就绝望 哎 失望 绝望这样子的状态 但是 这个 菩萨啊 他就没有考虑到自己的这些快乐 他更没有 没有考虑这个世俗的名和利所带来的这些快乐 啊 他他越是这样子啊 越得到啊 这个快乐 他不不但是啊 快乐的时候 就是比如说他一切都是一犯风 冲损的时候 不开心 不开心 哎 乐习 苦一息 啊 他任何时候都是解答欢喜 他任何时候都是 呃 这个 快乐的 所以我们 我们 如果我们有一天到达了这样子的清洁的话 那就是这样的 真的是这样子的 哎 所以这个才是应该是我们作为我们的这个生命的这个追求啊 当然比如说我们暂时啊 当然比如说我们暂时啊暂时我们可以有允许有各种各样的追求 比如说为了家庭啊为了工作为了生活哎我们可以求各种各样的这些世俗的东西都没问题哎 但是呢 这种哎非常非常重要的这个这个追求啊 就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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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于一切的追求之上哎 之上这个就是至高无上的就是只要有一个这样子的这个目标 那么其他的这个目标呢哎都是为了我们的现实当中的一些就是为了工作呀为了这个生活呀 就是为了这一点这个是可以有的哎 但是如果没有一个这样子的这个永久的永恒的我只有一个这样子的目标的话 那这些我们的这些世俗当中的这些零三的缩水的这些哎 这个这个目标呢其实很多目标我们也达不到哎 哎然后呢大到了即便是大到了啊 啊那他也没有给我们带来什么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所相想的那样子的幸福和快乐也不能幸福自己也不能快乐别人哎 所以这个应该是我们每一个人的这个永久的哎 这个这个追求和永久的目标这才是最最最最重要了哎 所以呢如果我们哎这个这个真误了这个菩萨的第一地的话那我们的状态是个什么样子呢 就是这样子的哎 增长自己的这个这个这个福报和自己的慈悲 然后呢在生活当中啊任何一个就是遇到快乐的时候也欢喜啊 遇到痛苦的时候一样也可以可以欢喜哎 这是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然后后面就是说 理他上不惜神明守疲惫哎 就是因为这个人呢他有这个他的内心当中啊就是有强大的这个这个 这个慈悲心和菩提心哎 所以呢就是他就是不惜一切的代价哎 哎比如说神体啊生命啊以及比如说就是为了这个这个为了修行啊为了这个利益终生的这个过程当中的这个疲惫哎 这一切都是这个不弃这一切的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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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代价哎 这样子去不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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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切的代价去利益终生哎 哎这种人就一定会利益终生啊那么一个这样子的人啊有什么东西哎 哎让他不开心哎或者是让他去造罪哎 就是说岂能以害以他害去如行恶业 就是说比如说我们普通人的话呢啊 比如说哎就是有人来骂我们的时候呢 我们也有可能去骂回去哎有人来打我的时候呢 我又有可能会打回去哎 有人伤害我我也去伤害人啊 那么就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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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手盯嘴哎 这是这个这个就是一个普通人的一个一个常态啊 但是 这样子的这个有知悔 然后呢有证悟的这样子的人呢 那比如说有人去伤害他他会伤害这个人吗 不会哎 哎哎所以呢就怎么可能他去会就伤害哎这个人 他怎么可能去欢手哎 去如行 比如说有人去骂骂他啊 他会骂回去吗哎 不会然后有人打他他会打回去吗啊 他也不会去如恶啊 他不会啊他自己不会这个进入这个恶行当中 哎他自己不会的哎 哎因为他有这么大的他就是一个不期不惜一切的代价去哎 去这个利益终生的一个这样子的人 那么这样子的一个人啊啊 啊收到一些违惧哎呦收到一些这个这个其他人的攻击啊 啊那就是他回呃他回这个去伤害这些人吗啊 啊这是不可能的哎不可能的 然后是下面的这个啊这个是真的是特别特别有意义的 啊后面的这一句话哎 无法解如幻因为这个人他到了这个菩萨的第一地的时候啊 他就是就是已经是正无了万事万万无哎都是如幻哎都是如幻 哎都是如幻如猛的他就正悟了这个正悟啊 这个正悟大家一定要知道这个比如说你是一个佛教徒的话 我们就可能也就就相信了啊 不是佛教徒的话也没关系 你完全是可以从哲学哎 从逻辑这样子的这个这个角度去分析 研究这样子的时候呢 我们会发现一个什么样的事情呢 我们一个人哎一定会可以达到这样子的境界哎 这个是完全是可以所以呢 这个这句话呀他这些这些内容呢 他一点都不神秘啊一点都不神秘这些东西呢 跟任何一个鬼啊神啊啊没有任何的关系 这就是将一个我们一个人的一个呃 内心的一个提升的这个过程和最后达到的这个境界 他就讲一个这样子的实实在在的东西 所以这种人呢无法解如患哎 他就就是就就就就就证悟了这个入患入蒙 然后呢就是因为他有了一个这样子的这个这个智慧啊 然后他的生老病死是一个什么样子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 圣如辱乐愿啊这个地方啊 我们平时就佛教里面不就将这个轮回的痛苦吗 这个痛苦那个痛苦太多太多太多的痛苦啊 但是这些痛苦啊大家要知道佛教不是说这个轮回 他本身就不是痛苦了哎 比如说我们比如说金钱金钱金钱他本身就不是不是也不是很好也不是不是很坏啊 金钱看我们怎么去用如果用的好啊他也是好的用不好他也是坏的 同样的这个轮回啊这个轮回就像我们这样子的普通人在这个轮回的当中啊 在这个轮回当中溜转这样子的话呢 那他给我们带来的大部分都是痛苦啊大部分都是痛苦 所以从我们普通人的角度来讲的话轮回是痛苦的啊 但是从一个这样子的人有这样子的境界的人从他的角度来讲的话 这个轮回啊给他带来的不是痛苦啊给他带来的是什么呢 乐喜苦一喜啊给他带来的是幸福给他带来的是快乐啊 所以呢我们也不能一概的啊就就说轮回是痛苦这个轮回痛不痛苦呢 要得看啊什么样的人啊对什么样的人没有经节没有修心 我们对我们普通的人来说那轮回当然是生老病死当然是痛苦的啊 但是从这样子有经节的人来讲的话那 生老病死他不是痛苦了啊就是说 生如如乐园哎就是一个比如说 你从这个乐园就是从从这个公园啊 然后又到下一个公园去玩 哎就是一个这样子的感觉 他的生就是一个这样 他的这个头身啊他的生老病死 就是一个这样从一个乐园到另外一个乐园 从一个公园啊到另外一个公园去玩 就是这种感觉哎没有痛苦 嗯他自己就已经是把这些让他不开心的 让他不这个痛苦的这些东西啊 从自己的内心当中啊把这些东西就缠除了 缠除了以后呢哎然后这个轮回就不会给他带来哎 这个痛苦然后我们普通人呢 我们不懂得从我们自己的这个心里面去找这些原因啊 我们呢这个我们面对这个痛苦的时候呢 我们就是哎所有的这些问题啊啊就是在别人的头上啊 在别人的身上去找所有的原因到别人身上去找 然后呢我们给自己呢啊就是在自己的心里啊就不会找任何的原因啊 全部的原因就是在别人的身上去找 或者是到外面的世界里面去找让自己这个幸福的这些原因和开心的原因啊 那我们找到了吗永远都找不到即便是找到了一点点啊 那也就是因为就很快就发生了变化 很快发生了变化以后呢 原来让我们开心的呀 让我们感觉到非常快乐幸福的一下子就就就不快乐哎 呃然后呢不但是不快乐就是一下子就是让我们带来哎 更多的痛苦不就是这样子吗哎 所以呢我们不可能是这个乐系哭一系 我们不可能哎因为我们的内心当中充满了让我们自己不开心的事情 在这样子的情况下我们怎么可能是乐系哭一系这不可能 但是因为他们呢他们不一样 他们就是把自己心里他们就是遇到这些问题的时候呢 他们没有把这些原因啊到别人的身上去找 他们是自己的心里去找找到了 找到了以后呢他就在自己的心里面呢 把这些梗啊全部除掉了除掉了以后呢 然后外在的这些东西啊 就是哭的原因也好就是跟你不会带来痛苦哎 所以呢他乐系哭一系所以呢他在这个透神的时候啊 他也就是如圣如如乐愿哎 后面这一句看或行或甩事哎 细无或枯局哎这个话是特别特别有意义的 比如说当你就是比如说民啊利啊 事业啊家庭啊等等等等啊 非常非常非常心神的时候啊 或者是自己的身体啊这个家庭啊工作啊很多很多 非常的甩白的时候啊甩白的时候哎 那我们普通人的话呢那当然新神的时候 我们还是比较开心啊甩白是不开心了吗 啊那他不是哎就是当你非常心神的时候也好哎 当你非常失败的时候也好啊 那么任何一个时候就是无活活就是烦恼 哎活这个是这个烦恼的意思没有贪嗔痴烦 哎然后呢也没有痛苦啊也没有空局啊 就是因为这些东西呢我们以为啊这些 比如说烦恼啊痛苦啊空局啊我们认为这些都是从外界 给我们带来的啊其实根本就不是外界呢 只是啊只是他的一个缘而已啊真正的淫啊就在我们自己的心里面 所以他们呢在我们的自己的他在他们自己的心里啊 把这些东西全部断掉了以后呢 然后他是真的是这个我们佛经里面经常讲一个 解答欢心或者是解答欢喜啊或者是还有一个叫做发息充满哎 这什么样的人是能够解答欢喜或者是发息充满呢啊就是在这样子的人哎 他就是时时刻刻都可以保持哎 解答欢喜啊发息充满啊这样子所以呢 所以呢活行啊 啊他新生的时候成功的时候哎 或甩甩白啊失败的时候他一样的可以哎 开心一样的可以幸福嗯 所以在这个这样子的时候呢他也没有这样子的啊 这个烦恼 也没有痛苦啊也没有烦恼和这个痛苦给他带来的各种各样的这个啊 这个空拒这些都是没有的就是这个啊 这个就是我们真的应该作为我们的这个人生的这个目标哎 其实我们刚才也讲到了比如说我们现在哎 哎当下啊虽然还没有任何这方面的这个能力 但是呢哎 我们作为一个人人不就是大家都说是高级的这个动物吗啊 那你既然是高级动物的话那应该是有高级的追求和高级的理想哎 比如说我们的就就比如说普通的这个吃和弯了啊 这个就不需要是高级的生命这个动物呀谁都会有的哎 动物呢他动物也有动物自己的这个吃和弯了什么没有都有哎 所以呢这个呢就是作为一个人的这个最终极的这个目标 这就是真的是赔得赏的哎 然后暂时打不到没关系的哎 暂时打不到没关系 比如说我们的很多的世俗的比如说工作呀家庭呢 哎每个人也有很多的目标 但是这些目标是不是就马上就要实现了也也不可能啊 而也是就是就是只能作为一个未来的一个目标啊 呃呃是不是当下就要这个实现了这也不可能了哎 那么呃所以这些呢也是一样我们当下这个不能实现这个没关系哎 只要有这样子的目标哎 那么这个对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啊啊 呃是很有帮助的哎很有帮助 要不然的话呢我们没有这样子的这个目标哎 所有的目标啊都是这些零零三散的就是生活当中的这些事情的话呢 那么这个这个有些时候就打不到 打到了以后呢也就根本就不能让我们啊开心啊 更不能让这个感到心腹就是这样子 所以哎所以呢就是人的目标 人的这个生命的目标呢 其实真的是应该是这些才是才是这个生命的目标 那这个目标啊这个宏大的目标听起来很好听呢 那是人能做得到能打得到吗 绝对能打得到的哎 这个完全是可以打得到 只要自己付出啊 只要自己能付出完全是可以打得到 所以哎这个是特别有意义的哎 那我们在这个当中呢我们看到了吧 啊就是我们讲的这个这个私敌的这个最后一个灭敌哎 那我们实现了灭敌 达到了这个灭敌的境界的时候 是什么样子呢 那就是这样子哎 无法 解如患 然后呢神哎就死亡 然后呢投胜的时候呢 比如说我们每一个人啊 啊不管是再有钱的再有权的再有名的哎 这些人就是最后哎 就是死亡的时候呢 没有一个是啊 没有一个是很不没有一个是不是很很很悲惨的啊 再有名再怎么样 很多最后这个死的时候都是很没有尊严呢 哎就是就是就是这样子吗 啊都是这样子 但是这个唯一啊就是有这样子的修正的人啊 那他就是这个死亡的时候哎 同生的时候或者死亡的时候就一个意思啊 啊那么他不单是没有这个痛苦哎呃 然后呢 人家就是像这个金如啊 另外一个乐园啊 一样啊 他就从从一个花园再走到另外一个花园啊 一样的所以呢 胜如如乐园哎 哎然后就是火行 火帅事哎 细无或苦举 那么这个就是大到了这个最后的这个私敌的灭敌的时候呢 他的状态哎就是这样子的状态是这样子 然后 自得嗯 这个下面的这个四句啊 他就把稍微详细的就解释了一下这个圣如如乐园哎 怎么个这个圣怎么会这个如乐园呢啊 啊 孤人啊 孤代的这个人哎 他们去这个他们去这个他们如乐园哎 那么他们去这个花园玩的时候啊 这个就是呃过去几千年前啊 这个上层社会的人还是有这样子的这个这个生活的哎 是什么样子呢 他们去我们在这个佛经里面呢 也经常就看得到就是过去的国王啊 有钱人呢 就商人呢 他们的这些生活啊 那他们去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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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花园啊 去公园的时候呢 就是为了四个目的去的哎 为了四个目的 这后面的讲啊 前面最后一句里面呢 呢有一个言言啊 圣出戏就这四个啊 前面的言就是庄严啊 庄严就是说他进入了这个这个乐园 进入了华园 然后呢 就是洗浴哎 母语洗澡 然后就是穿 穿衣服啊 然后呢 就是带各种各样的金银珠宝的这个首饰 各种各样的这个漂亮的首饰 比如耳环啊 香脸啊 等等等等啊 焰就是这个意思啊 这个言就是庄严 这是他的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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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的 然后第二个呢 就是呃 这个过去的这些人到这个乐园里面去举办啊 举办严会 举办严会 所以这是第二个 这是第二 然后呢 圣出 圣出就是说 第三个呢 他们就到这个公园里面去玩 他虽然也没有 也没有带 没有没有要重新带什么首饰 他也没有举办这个 严会 他都是到这个公园里面去玩 这是第三个 然后第四个呢 第四个呢 就到这个这个这个公园里面去 这个洗啊 洗这个字啊 公园里面去举办各种各样的 这个娱乐活动啊 娱乐活动 唱歌呀 跳舞呀 这娱乐活动 就这四个啊 古人都是这样子 这四个 严 严 圣 除 呃 习就这四个 然后呢 这个菩萨啊 或者是正得了这个遗体的人 他就死亡的时候啊 就是头生的时候呢 他也是这个头下一步再头生的时候呢 他就有相相应的这个四个方面的这个事情 首先第一个 比如说这些人到这个这个乐园啊 去带各种各样的换衣服 洗衣 换衣服 带首饰一样 然后呢 菩萨啊 他从这个环境啊 走到了这个 这个头生到另外一个世界 那么他就是为了圆满自己的各种各样的这个功德 各种的 FIL 呃 各种的修正的这个功德 各种各种的修正的这个功德 然后这些工德 来 装眼自己 呃 装眼自己 比如说像 守 faction 主宝的手师 一样 他就会我们市书人不就带这些东西吗啊 那菩萨呢 他就带这个 六度唯星啊 这样子的这个功德 他就为了完成更好的这个功德啊 这是响应的 然后呢 举办这个严会 这个响应的是什么呢 菩萨从这一世到下一世的时候 到下一世他到某一个地方去干什么呢 然后他不管是就投身到什么地方 对就是给哪个地方的人 然后就分享 给予很多佛法的智慧 这个就是举办严会一样的 这是第二个 然后呢第三个呢 第三个就是这些人古代的人 他也没有举办严会 没有什么 但是呢他就到这个公园里面去坐 坐着带着 同样的呢 这些菩萨呢 他到未来去什么样的地方呢 他自己是有这样子的这个选择的这个能力 他觉得应该去什么样的地方 他就投身到什么样的地方 在哪个地方能够更好的弘法离生 他就会投身到那个地方 他就到那个地方去住 待着 这是第三个 然后呢 第四个呢 然后就是这些人 这些古人呢 就到这个乐园 去那个 这个 就是举办各种各样的娱乐活动 一样的 这些菩萨呢 他到下意识 下一个世界里面去 通过神通 通过神通 然后就是帮助更多的人 所以这四个方面呢 都是都是都是相通的 相通的 所以呢 就是这个 这个争悟的人 他就是 金乳下意识 就是乳乐园 有四个相通的地方 所以叫做这个乳 圣乳 圣乳 乳乐园 就是这个意思 特别的有意思 就是大道了 这个还没有成佛啊 这个还成佛 离成佛还 还还非常非常的遥远 但是呢 他已经是超越了 这个我们普通人的 这个这个层次 他已经超越了 他已经争得了 菩萨的这个第一地啊 那么他就争得了第一地的时候呢 虽然没有成佛 但是呢 他就有这些功德 那么这个时候呢 是没有成佛 没问题 但这个时候 他完全可以 第一个呢 他自己没有任何的这个轮回给他带来的生老病死的痛苦 第二个呢 他可以帮助啊 这个无数的这个人 可以帮助无数的人 虽然还没有成佛 但是呢 就是可以做这么多的有意义的事情 那这个呢 应该可以作为一个这个我们的生命的目标 这特别有意义的 这特别有意义的 那这个当中呢 我们会看到啊 我们之前的这个 比如说这个啊 死神低的 通过这个倒啊 最后呢 大到了这个灭啊 那大到了又怎么样呢 大到了就是这样子 那有意义没有意义 大家看看啊 那这就是这个这个他的他的意义 这个当中呢 我们看出来了 他不单是这个人 无数的人开心 幸福 而且呢 自己在这个当中呢 也是很开心 很幸福 很快乐 而且这个快乐呢 他根本就不依赖 不依赖外在的这些东西 我们普通人的什么呢 我们普通人的这个任何一个开心 任何一个开心 我们都依赖其他的东西啊 这个很颠倒的 为什么呢 比如说我们现在 很多人啊 上感 不开心 不这个 不快乐 那么这个呢 有些时候就根本就不需要 任何的外面的这个 这个原因 就是 莫名其妙的 莫名其妙的不开心了 莫名其妙的伤感啊 这个有没有一个这个原因呢 这肯定是有原因 这也不能说是无因无缘啊 但是呢 根本就看 根本就没有一个什么很明显的原因 莫名其妙的这样子的这个痛苦伤感啊 但我们会莫名其妙的开心吗 根本就不开心 莫名其妙的开心啊 没有任何的这个原因就开开心心 这样子 这个就是没有找不到的 所以呢 莫名其妙的不开心是有的 那 然后呢 我们就是为了找到 就是为了找到这种 这种这种 这么一点点的这个开心啊 或者是快乐 然后 前面我们付出很多 付出了很多 然后呢 就是好不容易就付出了这么多的代价啊 就是比如说我们去赚钱 挣到了钱啊 那钱让我们怎么个开心发 那不就是吃喝完了吗 那吃完了以后喝完了以后呢 也他也没有这个给我们带来真正意义上的这个幸福快乐啊 立即就感到很空虚啊 觉得就没有意义啊 然后就更加的啊 更加的就溢于 更加的焦虑 就是这样子 那所以呢 我们的这个 就是我们平时呢 我们唯一一个目标呢 就是让自己快乐 自己喜欢啊 这样子就是付出 但是呢 最终就是没有得到 然后这个 这个这个大乘的这个修行人呢 他没有考虑过自己 然后呢 他一切都是为了别人 就我们前面讲的一样 他就是为了别人这样子付出 但是呢 在这个当中啊 他就啊 虽然没有去追求自己的幸福 但他就得到了这个幸福呀 这就叫做因果 这叫做因果不虚 因果不虚就是这样子 所以 所以就是如果啊 想自己幸福的话呢 那就是要为别人的幸福啊 付出 努力 这样子以后呢 自己会幸福的 然后呢 如果想自己快乐的话呢 那就是为别人的快乐 做一些事情 那这样子自己会这个幸福的 在我们的教育当中 我们的价值观当中 我们的学习的 所学习的这些知识和这个常识当中 这个是不对的 这个是行不同的 这个是行不同的 但是呢 事实就是这样子 事实就是这样子 所以这个事实跟我们的想法里面呢 那么就是发生了冲突的时候呢 那肯定是我们的想法错了呀 我们的常识 这虽然是常识 但是呢 这个是错了 所以我们躲不到 那么 这种 如果能作为我们自己的 这个生命的这个目标 那这样子就是 哪怕是一点点的付出啊 那一定会有很大的收获 这非常有意义的 然后呢 我们 对 后面 后面还有一个呢 就是讲 北尊 北尊 请离他 北尊是什么呢 北尊就是有慈悲心的人 叫做北尊 有慈悲心的人 叫做北尊 然后呢 他就是非常非常的 这个轻快 非常的努力的 在这个离他 在任何一个时候呢 就在这个离他 无间以直论 这是什么意思呢 无间 无间 就是无间地狱 他这个里面 讲的是地狱 地狱 地狱里面呢 这个八层地狱里面的 无间地狱呢 就是这个最最最痛苦的 这个地狱 叫做无间地狱 然后呢 这个有慈悲心 有强大的 这个慈悲心的人 就是为了利他 为了利他 为了帮助人 哪怕他要到这个无无间地狱 他都是原意的 不但是原意 而且他把无无间的地狱 也就当做是快乐的地方 和幸福的地方 为什么快乐幸福 无无间地狱 有什么好快乐 好幸福的呢 当然呢 无间地狱 当然他本身没有什么快乐幸福 但是呢 在这个地狱里面呢 我可以做更有意义的事情 所以这个事情 让我很开心 让我很幸福 地狱不会让我开心 不会让我幸福 但是呢 在地狱里面 我可以做一件这样子的事情 这个事情 让我很幸福 让我很满足 很满意 这个里面呢 我就找到了 我的这个 生命的这个 最终极的意义 就是他有这样子的满足感 然后呢 然后呢 年无无间地狱 他都不认为 这个是一个痛苦的地方 他把无无间地狱呢 都可以 完全可以当作是一个幸福 快乐的这个地方 这个原因是 这个这个原理是什么呢 就是刚才这个 我们可以这样子讲 比如说 如果是真正啊 有理想的人 有理想的人 或者是有信仰的人 那么就是他为了他的 实现他的理想 或者是为了他的这个信仰 那哪怕是他这个环境啊 再糟糕的地方啊 他都不认为痛苦啊 他这个地方 很觉得很开心 很幸福啊 那为什么他也是一个人呢 他为什么 他为什么可以在这样子的 恶劣的环境当中啊 他可以 为什么幸福呢 不是因为这个环境 让他幸福 而且在这样子的环境当中啊 他可以做 他想做的这件事情 就是因为他 他想做的这个事情啊 这个事情让他开心的 然后呢 这个事情让他开心快乐的时候呢 然后这个环境 的一些物质的缺乏呀 等等啊 就给他带来的这些东西啊 他完全就可以忽略不及 就是这样子 比如说我们的一些修行人 佛教历史上的这些修行人 也不就是这样子吗 然后呢 也就是有一些这个 有革命理想的人 也就是也不就是这样子吗 他也就是有可能 这一辈子在 在一个山沟里面呢 就是浮出 那他也不觉得不痛苦 他也没有觉得痛苦啊 他觉得自己很伟大 很光荣啊 那为什么呢 他不就是有一个这样子的理想吗 所以这个人的这种快乐呀 这种幸福呀 这些很多东西呢 你说跟这个环境没有关系 当然也有关系的啊 但是他也不是完全是有关系的 如果你自己呢 有一个更好的 这个内在的追求 这样子的话呢 那么这些 这些这个生活上的有些不变呢 然后呢 这些东西呢 就是根本就是根本就是不是不是 不会给他带来痛苦啊 那什么时候带来痛苦呢 就是因为我们没有这样子的信仰 然后没有这样子的理想 心里面是空虚的时候呢 然后这个时候你把你放在一个这样子的环境当中 这个时候就就就活不了了 所以啊 这些菩萨呢 他为什么把无物件地狱啊 都可以当做一个幸福快乐的地方呢 这个就是因为 他有这样子的理想 他有这样子的这个慈悲心 他在无物件地狱当中 可以堵众生 然后呢 这个堵众生 帮助众生 让他特别的开心 让他特别的欢喜 那这个时候呢 这个地狱会不会给他带来痛苦呢 当然也会带来痛苦啊 但是呢 他这种内心的这种强大的喜悦啊 喜悦完全就可以压制住 哎 这个环境给他带来的这种这种痛苦啊 那菩萨是这样子 那我们普通人也完全可以可以这样子的 哎 所以我们很多时候也不就是很多人也就讲这个工作 就是想找到一个自己喜欢的工作吗 也这也是跟这个差不多呀 如果是你自己找到一个很喜欢的这个工作 那这样子的话 这个虽然这个薪水不是很高 然后比较这个这花的时间也比较多有点辛苦 但是呢 我不觉得辛苦呀 很开心呀 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这个事情本身 哎 就是很符合自己 哎 这就是这个这个原因 所以内心就是要有这样子的追求 哎 要有这样子的理想 有这样子的信仰 哎 这样子以后呢 你完全可以这些恶劣的环境呢 艰苦的生活呀 哎 这个都是你就可以完全可以这个忽略不计的 哎 人是可以做得到的 哎 就是也有无数的人已经做到了 哎 无数的人已经做到了 啊 这个就是可以做得到的 哎 那么我们自己呢 没有这样子的强大的力量的时候呢 那我们的心里面呢 就是非常的这个弱 非常的虚 哎 哎 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趴这个趴那个啊 最后呢 我们也没有什么追求 也没有什么得到也得不到 哎 就是这样子 所以这是最最最痛苦的 五简啊 五五简的底语 也可以把执着为当做很快乐的地方 哎 五简以之乐 这意思啊 使简踏 踏移除 然后呢 那在这个人世间当中啊 他的生存的 他的生存的一个唯一的一个目标是什么呢 就是 他移除 他移的意思就是说 立他 立他 他的 他在这个人世间啊 的这个 呃 这个活着的意义 或者是他的生存的这个目标 就是为了立他 哎 那么这样子的话呢 生苦 也能拒 哎 这个时候呢 如果他面对这个痛苦的时候 啊 虽然这个比如说 恶劣的环境呢 艰苦的生活呀 等等等等 他面对很多 但是这个这个这个面对的 这个这个环境 这些痛苦呢 怎么啊 能让他啊 产生空拘呢 啊 啊 不会空拘的 不会害怕的 哎 这叫做 英雄 哎 这个就是我们天天喊的英雄才 这样子才叫做英雄 他什么都不怕 哎 内心很强大 哎 然后 这就是 这为什么他内心有这么的这个强大呢 就是因为啊 就是因为这个 这个 他里面有一个这样子的强大的力量 这个慈悲性的力量 所以他就是 哎 就不害怕任何东西 哎 所以呢 这是 这才是非常非常的有意义的 哎 要不然的话呢 我们就是 没有安全感啊 我们大家都说没有安全感 哎 如果一个这样子的人呢 那他怎么没有安全感呢 啊 任何一个东西啊 啊 不能让他没有安全感 哎 做不到的 他内心太强大了 哎 那我们的内心当中呢 既没有这样子的理想 哎 实属的理想 哎 又没有这个佛法方面的信仰 哎 然后呢 又没有慈悲心 那这样子以后呢 就像 就像这个皮球 篮球啊 里面呢 抽掉了这个空气一样 哎 他就没有 他没有弹心啊 他没有这个力量 哎 所以呢 他就怕任何东西 啊 他自己以后怎么怎么样啊 啊 这个就是怕这个怕那个啊 然后最后呢 不就是我们 哎 这个非常的焦虑 抑郁 不最后就是这样子吗 啊 那这种人他会焦虑吗 他会抑郁吗 他不会的 所以呢 胜苦啊 他产生痛苦的时候 他会怕吗 啊 也能聚 怎么能够怕的 他不会怕的 哎 所以这个是特别有意义 哎 如果我们有一天这样子这样子做到的话啊 哪怕是他这个里面的这个这个 百分之一百分之二啊 做到了那也就完全可以度过一个特别有意义的这个人生哎 这个真的是特别有意思的哎 然后就是说很仪大慈是大慈是什么意思呢 这个大慈大悲哎 就是是他的师父哎 我们平时在佛经里面啊就叫一戒为师一戒为师啊 那这个地方不是这个地方呢 以赐为师 以赐为师 以不是以戒律为师 以慈悲心为师 在慈悲心呢 那在他心里面有一个这样子的慈悲心的时候呢 这个慈悲心完全就是他的当做他的老师哎 意思就是说我的慈悲心让我去做哎 我就去做哎 然后我的慈悲心让我不要去做哎 我就不做啊 那他就是像我的上师或者我的这个上师 或者我的老师的一样 慈悲心就是我的老师 慈悲心就是我的老师 他他允许我做的啊 慈悲心允许我做的我去做哎 慈悲心不允许的或者是 违背这个慈悲心的哎 所有的事情哎 我不做哎 我就听我自己内心当中的这个慈悲心的指灵哎 那这样子就这个就叫做以赐为师 以赐为师 不是以戒为师啊 以戒为师当然很好啊 但是呢 戒是为什么要戒哎 你比如说戒是什么呢 戒主要就是我们的 比如说语言我这个不能说 身体我这个不能做 为什么不能做呢 这个后面后面有还有什么理由吗哎 就是后面真正的这个理由应该是哎 这个这个慈悲心哎 我不应该这么去做 这个是违背我的慈悲心的哎 那就我不做了哎 这个我应该去做这个是我慈悲心 和这个慈悲和我的慈悲心啊 很相应的我应该去做啊 这样子去做 这叫做以赐为师 他苦比脑性哎 菩萨这样子的人呢是什么呢 看到别人痛苦的时候啊 看到别人痛苦的时候呢 然后自己心里面呢 哎 就是脑性 就是说自己啊 就是这个痛苦呢 就是发生在自己的身上 一样的哎 这个痛苦哎 但是他实质上他有没有痛苦呢 实质上是没有痛苦 但是呢 这个意思就是说他完全可以做到哎 自他是平等的哎 比如说我们普通人的话呢 任何一件事情啊就发生在别人身上的时候呢 没有什么感觉哎 就是发生在自己身上的时候呢 然后又特别有感觉啊 那他不是菩萨就是说他苦啊 别人的苦哎 然后呢 让他脑心哎 他实 仅在欠 就是说他是就是利他的事情啊 利他的事情呢 尽在眼前的时候 就在我们的眼前啊 有一些利他的事情 要去做的时候 这个时候呢 意思就是说我们应该主动的去做 主动的去做 如果这个时候我不主动的去做啊 北东的踏拳逞惭 哎 如果是我这个时候不懂得主动的去做 不懂得主动的去做 还需要别人来劝你哎 这个你应该去做呀 这你应该怎么怎么样 你去做一下吧 啊 那这样子的话呢 还我自己还不懂得了 主动的去做哎 那这个是很惭愧的 哎 这是很惭愧的 这意思 菩萨一定会感到很惭愧 所以他一定会主动的去做哎 主动的去做哎 主动的去做 任何一件事情 任何一件利他的事情 他很主动的去做 如果要劝他去做 他觉得 这就是一个很惭愧的事情 哎 守和 有情 但哎 守就是头顶上啊 比如说引毒人啊 他他他背东西的时候呢 他不就放在头顶上吗 啊 就意思就是说 守和 哎 就是把背东西啊 背东西呢 我们比如说 我们这个应该是 如果是如果是用我们的习惯的话 应该是 弹在肩上啊 就肩膀上啊 但是 但是 因毒呢 那就是放在头顶上啊 那么就是说 守和 就是头顶上 就是带着 哎 是什么呢 就带着这个 头顶上 就背着 终身的这个事情啊 离他的事情 离他的这么样的一个 这个很重的人物 中单啊 没有在 没有放在肩上啊 就放在头上 实际上就一个意思啊 那么 众尊 缓 行 仇 如果这个时候啊 你就是在自己的这个 肩膀上啊 就有一个这么重大的责任 这么重大的利益 终身的责任 哎 那么这个时候呢 你也不懂得 不懂得去努力 哎 不懂得去拥功啊 还非常的 环性 就是说 啊 就是蛮腾腾的 就是说这个 那就是懒惰 哎 懒惰 不努力 不精进 哎 这样子的话 那这是很丑的 啊 就是说很难看 哎 很难看 很丑 啊 菩萨他一直都是这么认为 哎 我就是不就是要读终身吗 哎 我就是我 我奸商啊 就是有这么 有个这么一个 一个重的单啊 那我应该要努力 哎 我应该去努力 如果我 就是 呃 呃有这么重大的这个责任啊 然后呢 我也不努力 然后就是这样子的话 这是很不好看的 哎 很丑的 哎 就是他有这样子的 这个 这个 自决心哎 自他 中重负 就是说 你我 大家都是有这么多的烦恼 哎 这么多的烦恼 这么多的业力 就是把我们所有人就是精进的就是困困在这个轮回当中 哎 舒服在这个轮回当中啊 啊 那么明明知道这一切 哎 哎 那么这样子的话呢 你应该是紧紧当百倍啊 百倍 就是说 就是百倍的应该去努力 哎 比如说 那个小乘佛教啊 小乘佛教 那么他们呢 虽然没有抗这么大 这么大的这个 他的肩膀上 他的肩上没有担这么重的这个责任 哎 他只是为了自己 这个解决自己的生活病死的问题 但是他也很努力啊 他都要这么努力的话 那么我应该更加的百倍的努力 哎 就这个意思 菩萨他们一直都是这样子人为 他们一直都这么想的 哎 那这些都是特别有意义的啊 这个 不是我们 这就我们今天讲的这些啊 不是在讲 比如说神仙啊 的工作 神仙的事情 这就是在讲一个人的这个事情 所以我们如果稍微投入一点的话呢 那么人是完全是可以可以做得到的 哎 可以做得到的 不可能我们一下子就变成了佛呀 这个也不可能 但是呢 这个目标啊 是可以建立起来的 哎 这个是没问题的 只要有这个目标啊 那么生下的事情呢 很好 哎 很好做 只要有这个目标啊 如果有这个开始 哎 那么就以后面的事情呢 都是很好办的 只是我们的因为 因为这些东西呢 就是对我们来讲呢 这些这些这些这里面这样的这些呢 就是太遥远了 哎 呃 我们也会说 哎 这些这些都是就是我们自己的事情都鼓不上啊 那我自己的事情都解决不了 我们还还怎么可能去离他呀 呃 这个时候呢 我们会找各种各样的借口 然后呢 就是不愿意去做啊 不愿意去思考啊 只要愿意啊 只要有一点点付出的话呢 其实这个都是人是可以做得到的啊 而且如果这样子能做到的话呢 那就是我们真的是这个啊 这个 就是一个人的这个生生世世 所有的问题都解决了 否则的话呢 我们比如说这一辈子啊 我们非常的这个努力的学习 然后就是纳到了一个特别特别高的这个学位 哎 然后又去找这个工作 又找到特别特别好的这个工作 哎 然后又去撑架 然后又特别特别好的一个家庭啊 即便是一帆风顺 但也就是特别的短暂呢 这个神明是没有办法 没有办法一百年两百年啊 这个是没办法 所以这个很短暂的啊 其他的一切都是一帆风顺 但是时间就这么短 哎 那么最后的时候呢 这个所谓的一切的这个啊 顺理的事情呢 全部要归零了 最后都要归零 嗯 那下一辈子呢 那又要全部都要 又要重新开始 哎 所以都没有什么意义的 哎 那么如果是有一个这样子的目标啊 如果稍微有一点点付出的话呢 那么这个是永久性的 哎 永恒的 那么 所以呢 应该 可以作为一个我们的一个人的一个 一个追求 哎 人类的追求 应该是一个这样子的 这就应该是一个人类的追求 哎 为什么这么讲呢 因为人是高级动物 人会思考 哎 人会思考 所以呢 人的这个追求 哎 就是应该是这样子 这才是人的追求 哎 这个是我们今天讲的这个内容 然后下一步我们还有二十分钟啊 这个当中呢 我们大家有什么问题 我们可以提问题 刚堪波 嗯 堪波我想问一下就是 如果是常宗他讲物啊 有小物大物 有见性 有彻物 有物道 有证物 那这个灭地到底是哪个层次 是见性就算是到灭地呢 还是要彻物才是到灭地 呃 灭地呢 就是比如说 他的 刚才我们讲到的这个菩萨的第一地的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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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真物啊 如果达到这种真物的话呢 他是有一个相应的灭地 相应的灭地 哎 这个灭地是什么呢 他这个 他这个虽然还没有成佛 但是呢 他对空心呢 就是有非常强大的这个 这个体会 然后这个体会 对我们的我之啊 我之的打击啊 很严重的 哎 所以呢 就是会 会端掉这个一部分的 这个执着和烦恼 那么这个端掉了以后 这就灭了啊 灭了以后呢 也有相应的这个 这个灭地 有一部分的灭地 但是还不是最最终的灭地 最终的灭地呢 就是说成了佛以后才有 还是这样子 还有这个 比如说大成阿比达摩里面呢 他的这个这个灭啊 他分了两个灭 两种 一种是什么呢 一种是我们普通人 比如说 比如说 哎 我自己呢 就平时我经常就做 做错某一件某一件事情啊 或者说错话 经常都有这个问题 有这个毛病啊 那我现在呢 彻底把这个改过来了 哎 从此以后 我下定决心就 再不会说这样子的话 这个决定了以后呢 然后这个里面呢 也有一个 也有一个灭地 因为这个 你也就把它消消灭了呀 从此以后呢 我也就端出了 我也不会去说了 这样子的话啊 那这个也有一个相应的这个灭地 所以这也是一个灭地 但是这个灭地呢 虽然这种我们反腐 我们普通人的这些 这个决定呢 是实际上是不是很稳定的 所以有可能 有一天有恢复 这个都有可能了 所以这个还不算个一个 很表准的灭地 但是也算是一种灭地 所以灭地啊 我简单说 灭地就有很多重灭地 最终极的灭地 是佛的灭地 然后呢 最简单的灭地呢 我们把做一件事情 比如说 阎阴很重的人 抽烟的人啊 他现在下定决心 我不抽烟了 那么他真的做到了的话 那这个里面呢 也有一点点灭地 就是这样子简单说 好 谢谢堪布 谢谢 谢谢 感恩堪布 我有两个问题 好 就是刚才讲到说 我们成佛是为了度众生 我理解是因为我们现在没有那个境界 所以我们说成佛是为了度众生 但如果说 我在想 如果真的成佛了 他会想说我要度众生吗 还是说他成佛以后 度众生是他自然的一个状态 嗯嗯对对对 成佛了以后呢 他这个比如说像这个时候呢 他已经没有了这些思维了 我们的普通人的这些思维啊 他不会有的 所以呢 他也这个时候是不会去想 哎我的原来的初衷 我们就不亡初心啊 我要应该去这个度众生 他没有这样子的想法 但是呢 这个时候他成了佛以后呢 完全就变成了一个这个这个自动化的 所以呢 他就只要有这个有有有远的众生 他就会产生这个佛的事业 了解 是这样子 所以我们前面讲的这个模拟 如意书跟模拟宝珠是这个意思 感恩堪布还有一个小问题 就是 金刚经里面就是说 无我像 无人像 无众生像 我看他说 就是若菩萨有我像 人像 众生像 受者像 极非菩萨 但是我们又说成佛要度众生 这里边就是众生和众生像 有一点迷惑 对 这个里面的这些所有都是 实际上讲的就是 比如说 菩萨需要度众生 但是他不能对对终生有执着 执着 因为执着是什么呢 因为他证悟了空心以后就就不会有执着了 如果是有执着的话 他就是说明还没有证悟 没有证悟 那没有证悟的话呢 是什么个情况呢 就是我们刚才讲的 比如说这个华严经讲的 义不作于事 那就他就有 他没有这个没有做到 所以呢 他不能有终生像 这个意思 明白 好 感恩堪布 堪布您好 我请教一个问题就是 关于法生 报生 化生 好的 如果 我想呢 一个呢是 可不可以理解 他法生就是体 然后 报生是用 化生是下 可以 可以 可以是吧 那好 然后呢 如果是这么理解的话 入中论您刚才提的那个部分 上面在第一句话 见焚所知 如甘心 如果我们把这个意象的话 就是第一句话 就是火塞 烧柴火的 那个 放到柴火 这个光明 他的体的话 就是表达的是 这个光明就相当于是 我的法生 我们理解法生 然后他的那个 能够温暖别人 就是他的报生 然后他的那个 化生的话 就可以看到是 这一堂火 可不可以这么理解 可以 当然可以 这个虽然他没有这么讲 但是可以这样子理解 谢谢 对对 是你自己发明的一个 解释的方法 而且很好的 我听您这个 我听您的想法 感谢感谢 这个你的理解是非常好的 对 可以这样子理解 可以这样 特别好 特别好 对对对 他字面上的意思 还没有这样子 但是可以这样子解释 对 因为我看您下面 他这几句 对对对 可以这么理解 对对对 可以这么理解 看不好 你好 就是我有一点 在世间的有一些困惑 比方说 我现在应该是 把大部分的这个精力 用于自己挣扎的先上岸 就是多一些的修行啊 听经啊 打坐这样的 还是说我应该 就是在日常的工作中 也尽心尽力的去帮助一个人 因为感觉人的精力是有限的 然后所以就在这个精力的安排上 会有一些纠结 对对对对 就是这样子啊 我们现在比如说 我们就是一个普通的这个上班族的话呢 那就是你可以一天 如果能够用一个小时 用一个小时来学习打坐 这样子的话呢 就就比如说平时都要上班 比较忙 那这样子的话呢 可能是就差不多可以了 可以啊 如果当然你比如说 还有时间的话呢 那这个时间你自己来安排 更多一点 那就那就更好了 还有一个呢 比如说你都已经财富自由了 那这样子的话呢 那你就可以更多的时间 用来这个学习打坐 这样子就是 这样子是更会有收获的 好的 尴尬 坎普 您好 你好 然后有一个问题 就是佛是无色无相的 那如果就是在颂咒 或者是在做功课的时候 就是颂咒吧 然后就是感觉自己 感觉没有了自己 自己就是那个 像是那个佛 就是带着一啾啾的那个佛 佛的样子 但是这个佛呢 它这个世界整个宇宙 就是像佛的身体一样 然后就 但是这个佛你是不跟 看不到的 就一摸好像也摸不到 就像虚空 我也不知道那个是幻觉 还是什么 这是佛的样子吗 还是一种错觉 这个应该是一种错觉吧 应该是一种错觉 但是呢 佛就是你刚才前面讲到的 佛的这个法身是确实是这样子 耳是补生有补灭 所以佛是你看不见摸不着这样子的佛呢 金刚经里面也有讲到这种佛呢 应该是叫做法身 法身佛 这个叫做法身佛啊 但是如果你比如说自己的感觉当中呢 就是就整个宇宙都是就变成了一个一尊佛呀 那样子的话呢 实际上这个理解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但是呢 这个可能是一个自己的一个相像啊 自己的可能是自己的相像当中啊 应该也叫做这个遗想 自己的遗想 心里想出来的 心里想出来的 对 好 第二个问题 看不就是为什么佛像都会出现这种这种法像 就是这样 对对对对对 这个是这样子啊 这个我们现在的这个佛像呢 基本上都是比如说我们密宗里面的很多的佛像呢 这个都是印度的当时的那个叫做这个佛像的医术 佛教医术离世啊 离世当中呢 实际上是佛陀在的时候 他也有这个佛像啊 也有佛像 但是呢 我们现在不太清楚 佛陀在的时候 他们做的这个佛像是什么样子啊 因为这个是后来这个出土的这些文物当中也没有 然后呢 我们现在印度留下来的那些 那些古籍的当中的这些 我们能看到的那些呢 那些都是佛陀涅叛了以后的几百年以后的 这个佛像 当时是不知道什么样子啊 那后来的这个后面的那个这个这个佛像 这个各种各样的佛像呢 那那个是跟这个 有一个叫做Ngandara Ngandara Ngandara是这个是印度的一个一个地方啊 那么就是比较靠近这个中东里边的 他们的艺术啊 那么我们看到的这个比如说密宗里面的很多的佛的这个 他的装饰啊 当时的这个Ngandara 那个地方的国王的那个那个那个装饰 国王的装饰 所以这个这个是比如说我们汉传佛教的 很多的寺庙里面的尼书的佛像 他身上的穿的衣服啊 很多都是唐 唐代的这个人的衣服 哎比如说我们研究衣服这个历史的人呢 他可以比如说你不知道唐朝的时候的人 穿什么样的衣服 你可以到这个唐朝的时候的佛像上面去看 基本上可以看得到的 这个是因为那个时候他们要要要画一个这样 你会造这个造一个这样子的佛像的话 他一定会当时的最最最双层 双层的这个人的这个衣服装饰来塑这样子的佛像 哎 所以就是当初最早的时候呢 藏传佛教最早时候也是这样子 哎 但是呢后来呢 就收到这个阿迪霞尊治呀 他们来了以后呢 就是收到他们的影响 最后就慢慢慢慢又全部又编成了这个 就是安达达 他们的尖陀罗 这叫做尖陀罗 尖陀罗 比如说我们任何一个博物馆里面啊 大部分的这个特别特别美的这个 尤其是石调的这些佛像 都是尖陀罗的佛像 所以我们现在看到大部分的这个偷像 你刚才说的偷像的装饰 剑陀罗的国王的 就是这样子 他逮的东西 哎 好 感恩他 但是我们这个里面有一个问题 我要补充一下啊 补充一下这个 我们那个 我们观想佛的时候啊 就是比如说密法里面呢 将我们每一个人的这个 七门明天的埋啊 埋里面呢 就会有很多的子啊 这个中子子 那这个子呢 比如说你是什么样的 这个是个什么民族的人啊 他的子啊 就是他自己本身的这个 物语的这个子 哎 就是只要如果他有这个子的话 就是这种子 所以呢 我们比如说 比如说我们 观想这个佛的时候呢 如果我们想观想一个 自己的民族的 当时的这种 这种这种装饰啊 你用这个来观想的话 其实是没有问题的 没有问题 哎 所以呢 我们佛像呢 也因为佛他本身是无心无实 你刚才讲的那样子啊 那我们把这样子的佛像呢 如果是用来这个花呀 或者是用你把树啊 那就这无相 无色无相的 就变成有色有相的啊 那这个蛇和像我们怎么设计啊 那他想起来的呢 要不然呢 就是其他民族 比如说建陀罗的 这个这个当时的这个风格啊 要不然呢 就是就是本地的 就本土化 哎 就除了这两个意外 就没有别的 所以实际上是应该是可以的 好了 我们这边前面 好 听听看部 您今天的课我觉得特别受益 感恩您 嗯 谢谢谢谢 太后 我有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就是 大多数的修行的这些同学 就是得到灌顶 或者说得到密序的传承之后 回到家之后呢 大多数都是 并没有去修这个法 对 我想就这方面 我们自己应该怎么去修 您给我们一些建议 嗯 好的好的 这个非常的重要 就是因为比如说 我们的灌顶啊 还密宗的 比如说灌顶呢 这些全部都实际上是为了修行 哎 那么这样子的话呢 这个就是得到了这些灌顶的时候呢 他每个灌顶呢 他都有一个相应的这个修法 啊 但如果你比如说灌了很多顶 就是每一个这个相应的 你修不了 那也没问题 就是有一些 比如说我们从最基础的开始 先修出离心 嗯 就是修这个四家心啊 然后呢 再修这个菩提心 这个就在藏传佛教里面呢 那个就叫做这个四个家心啊 汉传佛教虽然不用这样子的家心 这样子的名词啊 但是呢 实际上就是这些禅师们的诸作里面呢 也有 比如说白佛呀 念经啊 参会呀 实际上这些都是有 所以呢 就是我们 现在我们很多的佛教徒啊 也有一个这样子的问题 就是比如说我们 真正的就是实实在在的修行的人 就投入到这个修行的人 呃那比较少 然后大多数呢 比如说 就你刚才讲的呢 比如说他虽然得到了很多的关钉呢 很多的发 但是还是在这个烧香白佛呀 还是在一些就停留在一些这样子的上面啊 那么这样子的话呢 就是他实际上对自己的内心的改变 也就是也不会很大 所以很多有些时候呢 就比如说家里的家庭的成员呢 他们也经常就是这个谴责 你都学佛学了那么长时间 你怎么还这样子 实际上这个就虽然是学佛学了很长时间 但没有真正的去这个修 所以就是内心的改变不大 那这样子的话呢 这个我们先是要去学习 这个比如说你要这个处理心怎么去修 这个先去了解 然后呢 了解完了以后呢 首先第一个就修那个人生难得 就是要懂得珍惜我们的这个生命 然后就修无常 然后就是这个轮回的痛苦 这样子它是有一系列的这个修法 这样子一步一步修的话呢 还是每次都有一点点收获 然后呢 只要自己感觉到有收获 然后就这个就就有有有这个能力了 有力量感到心有兴趣 然后就进一步去会修 我理解就是说文思修到一定的次第之后 其实修对相续应该是更重要的 更重要了 更重要 这文思两个呢 这是为了修 为了修 好 第二个问题是 就是如果我们修密续的八观摘戒 然后同时呢 去修一些密的这个法的话 我想问一下 就是在时间的这个调试调整上 您觉得就是修这种密续八观去清净自己的这个法器 还有自己的这种对法的仪轨的这个修行 时间上怎么安排更合理一些 嗯 比如说密续的八观摘戒呢 比如说这个时间 实际上任何时候收都可以的 但是一些主要的时间呢 比如说 初八 十五 三十 这样子的时间 那这个当中 这个 他 收八观摘戒的时候呢 比如说这一天 比如说不吃饭啊 还有就是这个 不参加一些娱乐活动啊 这些八观摘戒 他本身有这个要求 他是为什么不能这个说话呢 为什么不能参加这个娱乐活动呢 是不是我只要不参加这些 就是不是就可以了 实际上就不是这样子 就是因为为了不说不说话呢 就是为了你就专注的投入去修行 不参加就是这一天不参加娱乐活动呢 也就是为了你专心的去修行大作 所以呢就是最好就是这个 守八观摘戒的这个当天呢 就是把所有的时间 就是用到修行 学习 这个上面 那这样子的话呢 实际上八观摘戒的 他的真正的内涵 就是 就是这个 他就是要达到这个目标 对 好的 第三个问题 问题有点多 好的 第三个问题就是 今天 咱们讲的这个灭地 如果我们想很系统的对灭地这个层级去了解的话 请您给我们推荐一些论 或者说是经 让我们能够比较长时间的去对这一块有一个系统的了解 好的 感恩 好的 然后这个灭的话呢 它这个灭就我们可以分两个部分啊 理论的部分和这个时间的部分 然后理论的部分呢 就是灭里面呢 就是包含了两个 一个是我们刚才讲的 把这个烦恼小灭 这个呢 是用空心来这个实现 那空呢 讲的最多的是 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龙书的龙书的这些这些论主 像中观 它有很多中观 这个是非常好的 然后我们目前这个全部都有 这个韩文的版本都有了 这是一个 然后呢 另外一个呢 我们刚才讲到这个法神啊 心的本心 佛心 那这些呢 可以看这个宝心轮 宝心轮 这个宝心轮 宝 主宝的宝啊 本心的 知道啊 对对对 那这个里面呢 讲的最多了 理论的部分啊 对对 米勒菩萨 我觉得这两个就就就差不多就够了啊 学习方面 然后呢 这个就是实际的修行呢 还是这个不能从这个上面进入啊 还是要从最基础开始 所以还是要就是从从这个四家心 五家心 对 然后最后就是修禅修 最后修这个空心 这样子以后呢 在这个当中 然后呢 修道 然后米就自然就产生了 好 特别感谢你 好的 那我们最后一个问题啊 最后的一个 好 定理看部 有一个身边有一个朋友吧 也算师兄 他听过秘法 但是他为了修祭旨 修禅修 现在又找了一个南传的师傅 刚才您也讲了南传那边有一些观点 他会觉得 比如说中论啊 中观啊 龙树菩萨 他觉得不是释迦牟尼佛说的一些法 有一些观点 跟我们有很大的差异 对对对 那如果一个听过秘法的人 然后去跟一个小乘的师傅去学禅修和这个祭旨 有没有对这个戒律有没有什么影响 在大乘佛教里面 他有一个规定啊 他有规定跟小乘的人 就只能七天 你可以待在跟他们一起待着 只能待一周 这是大乘佛教的这个规定 他为什么这么规定呢 他就是因为我们如果你自己的学习啊 修心啊这些都是没有深入的去修心的话 你还是会守这个影响的 所以呢就不要跟这个小乘的人待时间很久 这个意思 但是啊 比如说你就是去修一些这个小乘的一些内观的这个禅修啊 这个没问题的 比如说只要他不将这些大乘和小乘的这些分歧 就是这些不提的话呢 只是修他的这个内观禅修啊 这个没问题的 然后刚才说的这个观点 我也是听他讲 因为我没接触过小乘 就是他讲出来的 所以我觉得他受这个小乘的是不是影响还是蛮大的 对对对 那这样我们怎么做呢 是去提醒劝他一下还是 这个就是因为每一个人他自己的这个这个因缘不一样啊 还有我们普通人都是这样子 就只要这个受到受到其他的就不同的说法的时候呢 你就会受会会容易受到影响 所以呢 这个修心修到一定的时候才不会受到影响 所以呢 这个这个得自己看 如果是你想你就像这个就就不像动摇这个大乘的这个修心啊 你像直接修大乘佛教啊 那你就就修大乘佛教就可以了 其实这个这个这个我们我想啊 因为那个很多的这个师兄他本身对大乘的对佛法的理解就不神 如果你对佛教的理解很深的话呢 其实是不会受到这个小乘的影响 其实小乘他也没有什么道理的 没有什么道理 这个我们非常清楚的 他也没有什么道理 他他也他说不是佛的这个 他说不是佛将的 为什么不是佛将的呢 他其实也没有什么真正的这个理由 只是说他就最早的时候呢 就他的这个佛经里面啊 没有出现达成 没有出现达成 他的这个三藏 三藏啊 三藏佛经里面呢 没有达成的方面的积攒 所以他就觉得这个不是佛说的 所以他就觉得这个不是佛说的 其实类似的意外就没有什么 这种争论呢 就是在这个当时的这个印度的比如说那些非常著名的这些这个书里面呢 也讲得非常清楚 只要你看这些的话呢 好好学习的话 也不会受到什么影响 哎 但是如果你这些都不懂的话 在这种情况下去这个挺难穿的啊 那就有可能就会发生一些变化 哎 这个就就就每个人自己看 哎 你如果是想学达成啊 那你就去继续学达成啊 小称就不用听了 如果你觉得这个达成不对 小称好 要要修小称 哎 那你就去修小称 最后就成为一个阿罗汉也很好的 哎 对 这个是他本人 但是我们其他人就是说比如跟他一起共事啊 这些 他有没有算是破坏这个密称界吗 这他就是进入了这个这个小称以后啊 他就这个菩萨界 比如说他之前没有守过菩萨界的话呢 那他也就就就就不存在这个破不破呀 他跟没来没有守过什么节 哎 那守国的话 那他现在就是已经是 这个不知道要什么样的程度啊 他就是如果他觉得一小称 大乘佛教是不是佛说的 这个这个南川的师父说的是对的 从今以后我就不跟这个 这个大乘学了 那这样子他就就就冬咬了 这个他的本质上就发生了变化了吗 所以从今以后 他可能是不是不是这个大乘的这个这个佛教徒了 所以他的这些大乘的这些节啊 那些可能也就不存在了 对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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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